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将于纪念年底从荷兰供应商ASML接收首批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机器,仅逼美国竞争对手英特尔晚几个月。 它们被称为高数值孔径及此外HiNA EUV曝光机,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晶片制造设备,每台的价格约为3.5亿美元。 台积电、英特尔和三星是目前极有的几家,仍在竞相生产体积更小,效能更强半导体产品的全球晶片制造商,它们都严重依赖ASML的设备。 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将在本季度在其位于台湾新竹总部附近的研发中心,安装新的HiNA EUV曝光机。 在新设备用于大规模晶片生产之前,需要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工程工作,但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认为没有必要给予采取行动,根据目前的研发成果,并不迫切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HiNA EUV曝光机, 但台积电不排除进行全面巡路和工程工作的机会,并利用业界最先进的设备进行试运行。 该公司的目标是保留所有选择。 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可能会在推出A10生产技术后,才会考虑使用这些机器进行商业生产,可能在2030年之后。 据悉,A10技术比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底投入生产的2奈米技术高出大约两代。 台积电方面证实,将引进这些新设备,但没有具体透露有关交付时间或投入生产的任何细节。 该公司表示,台积电仔细评估了新电晶体结构和新工具等技术创新,并在将其投入批量生产之前,考虑了它们的成熟度、成本和对客户的好处。 台积电计划首先引进HiNA EUV曝光机用于研发,以开发客户推动创新所需的相关基础设施和模式解决方案。 在ASML HiNA EUV曝光机采用方面,英特尔2023年12月,在其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研发中心,安装了第一套HiNA EUV曝光机,并正在进行测试,为商业生产做准备。 今年第二季度,ASML的第二套HiNA EUV曝光机被运往英特尔。 近日另有讯息称,三星电子正准备在2025年初移入手台HiNA EUV及紫外曝光机设备,这一发展标志着三星首次涉足HiNA EUV技术。 此前,该公司曾与IMEC合作进行电路处理研究。 三星计划利用自己的设备、家族先进节点的开发,并设定了到2027年实现1.4奈米工艺商业化的目标,这可能为1奈米生产铺平道路。 虽然竞争对手都想先任一步,但台积电仍然稳扎稳打在台布局2奈米,新竹宝山、高雄新厂两路并进,预计2025年量产。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在10月的法人说明会中表示,对2奈米制程感兴趣的客户比预想得多,台积电将准备比3奈米更多的产能。 此前台积电强调,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,其效能和良率居按计划实现,甚至部分表现优于预期。 2奈米制程将如期在2025年进入量产,量产曲线预计与3奈米相似。 台湾经济日报11月底报道显示,台积电高雄2奈米新厂举行了设备进击典礼,但属于内部不对外公开活动,公司公关窗口对相关议题三间起口保密到家。 该厂比预期早于半年进击,预料苹果、AMD等大厂都将是首批客户。 尽管台积电对于高雄2奈米厂设备进场仪式保持低调,属于内部活动,不对外公开。 外传仪式由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及共同运营长齐永配主持,高雄市长陈其迈和供应链伙伴也受邀参加。 这是台积电在高雄首座12英寸晶圆厂,比预期早了大半年进击,预计将于2025年量产。 高雄厂量产后,将与新竹宝山2奈米厂南北大实现串联,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。 目前,台积电2奈米布局主要是在新竹宝山、高雄新厂两路并进,预计2025年量产,其中宝山一厂已在今年4月进击, 6月使用灰达CU-Litho平台结合AI加速风险市产流程,后续宝山二厂也会维持进度,后续将保持关注。 高雄新厂作为台积电在高雄的首座12英寸厂,原定以成熟制程切入。 2023年8月,董事会拍板朝2奈米扩充发展,原预定相关设备最快2025年第三季进击,随着高雄新厂举行进击典礼,整体时程较原计划超前半年以上。 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2奈米制造业务将在新竹科学园区HSD宝山F20厂区和高雄男子F22厂区进行。 宝山厂预计年底实现小规模实产线,mini line完工,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生产,月产能约为3万片晶圆。 高雄F22厂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开始商业化生产,月产能为3万片晶圆。 台积电高雄2奈米新厂举行设备进击典礼后将写下三大记录,首先是台积电在高雄首座12英寸厂开始进驻机台, 为2025年量产暖身。其次是该厂比预期早于半年进击,第三是高雄厂量产后将与新竹宝山2奈米厂南北大串联,生产全球技术最先进的晶片,预料苹果,AMD等大厂都将是首批客户。 业界解读,台积电高雄新厂开始装机,显示台积电正式从建厂转到生产阶段, 预期进一步催化南台湾高科技产业链成熟发展。 法人分析,台积电积极在全世界设厂,在台建厂脚步也未停歇。 陈其迈先前透露,台积电高雄厂P1厂明年正式量产, P2厂兴建中P3厂十月动工,P4、P5厂近期已向高雄市政府申请设厂, 在高雄至少就有五个建厂计划,带动地方经济繁荣。 台积电对2奈米接单充满信心,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法说会上还表示, 高速运算HPC加速往小晶片ChipLED设计, 但这样并不会影响客户对2奈米采用状况, 反而询问客户有越来越多的趋势, 目前对2奈米需求比300奈米还高,预计产能也会更多。 总体来看业界观察,目前台积电最先进制成在南科生产3奈米家族, 若高雄顺利开始量产2奈米,将成为最先进的生产据点。 此外,以市场需求强劲,先前供应链传出南科后续渴望加入2奈米生产, 外界估计,最快2025年底至2026年接触扩充量产, 部分产线也渴望转作生产2奈米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